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我们看到今天大涨160点 涨了直接突破了大家心理想的万一关卡 也就是11000点 直接来到11000 109.5 收盘收在最高 这证明什么 市场资金还是在 可是选股方面 没有那么简单 台积电接近拉 5块钱 那你贡献指数多少 2317的鸿海涨1块2 3008涨170块钱 光这三档你看贡献指数多少就好 6505台数化涨1块半 1301台数涨1块钱 1303南亚涨1块3 1326台化涨2块钱 再加上2881 富邦金涨1块钱 2882 不得了 国贷金也涨5毛钱 那当然全子股在带动指数就大涨 可是我讲 你这些全子股大涨都比不上什么 OTC指数创新高 来得令人振奋 创新高 158.33点 所以这个资金行情 在我们接下来 你怎么去复制 我讲复制 基本上来讲 有一点点是 老生常谈的 不要讲复制了 你要创造你自己的财富 因为 观众朋友 强势属性就是这些 你不能等到创新高再去买 那创新高去买 你很可能 短线上会被套牢 你很可能 短线上你该赚的 赚的少 可是当它整理完之后往上突破 像这阳明光 我讲嘎空 你看到卷字笔吗 你看阳明光 整理多久了 上去还洗 这边整理了 这边又整理了 这边来到这里 这标准的怎么样 多头极星军 很漂亮 你看这个 对不对 像个棒棒糖一样 一根一根这样子 用此话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这多头格局 你不买这个你要买什么 难道你要买国具 这也是多头股吗 这更厉害了 不用放这么长 我们从这里就好了 三月二月底了 312涨到1090 不过你这里再买国具就没有意思了 我坦白讲 312块钱 你涨到1090块钱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买国具 一张100多万 你有什么意思 它已经涨三倍了 已经涨超过三倍了 312涨到1090 你中间每一段 你都认为是 涨多了 它照涨 涨多了 照涨 涨多了 照涨 可是 谁会是最后一只白老鼠 Nobody knows 所以你真的要从底部进场 那强势的族群 核心持股来回操作 所以像杨明光今天 刚空 再创新高 再工涨停 没有创新高 工涨停 没有创新高 今天再工涨停 光是五月份 从六十块钱起涨 涨一倍 六十涨到一百二 你说它涨得多 那国具从三百一十块钱 涨到一千零九十块钱 怎么没有人说它涨多呢 怎么还有人现在去追呢 你国具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 在三百多块 它的财报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等于是股价先行反映 它先涨了 你先涨 到后来财报出来 那该赚钱的都赚钱了 老师杨明光业绩 没有这么好 股价涨了一倍 你怎么知道 它未来它业绩不会好 那营收成长率你看到没有 都两位数 开始转亏为赢了 老师本益比太高 观众朋友 做股票 做多头股票 涨时重视 为什么 因为永远有人比你早知道 公司接单的状况 公司最清楚 如果公司的股价 莫名其妙大涨 业绩不好 公司早就倒货 不知道倒到哪里去了 大空 六月还会涨 这个郁金光 就是另外一个代表 各方人马 共襄胜举 有的做多 有的做空 有的当冲 有的隔日冲 冲得非常热闹 搞得像张飞打月飞 开玩笑 时空错乱 大家都来 可以现股当冲 可以融资券 还有股票期货 对不对 还有这个选择权 开什么玩笑 三四玲珑玉军光 创新高 你创新高去追 收最低 对不对 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 郁金光 可是郁金光 今天创新高 你看到没有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 收最低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 你郁金光五月份 你好好跟着我们做 你什么都不用讲 有没有 你什么都不用讲 380你敢押敢买就好 在这里 五月 不用久 5月21号 520之后一天 郁金光已经供货给3D感测镜头了 那未来通知苹果跟华为订单 你380给我压 也不要多啦 你看我节目 我跟你讲 持股集中 五月份 你就压一档就好 什么都不用讲那么多 压一档 380在这里 时间都跟你讲了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你跟着做 不要想那么多 你有自己的意见 老师这个股票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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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每个都怎样怎样怎样 你都很厉害 你对于你的怎样都很厉害 那你还找我干嘛 你就是做不对嘛 你就是没有办法赚钱嘛 你就是心猿意马 你就是听太多了 一会儿又是 追高的被动严见 一会儿又是 追这个族群 又是追那个族群 可是我想 很多人股票就这样套住 那套住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你就是换嘛 你拿一部分资金出来嘛 很多人股票 四五百万 五六百万在做 那个资金不多啦 你拿五百万出来 你说你能买几支 有的人买十几支 你买十几支 你分下去一支才多少钱 二十万不到 对不对 你该集中在五支都可以 那你买个十张 一百九算了 你说那就用融资买嘛 买个十张嘛 这高价股嘛 买个十张 对不对 我们算借一半融资金 一百九十万 十张三百八 你当天从三百八 涨到三百九十六 你十九万 赚十六万 你这样子会发现 你涨得越多 你赚得越快 到这边你 你十张赚四十八万 你赚得够不够快 到这边你十张赚六十五万 你不是越赚越快吗 你不是越赚越快 涨得越多 你赚得越快 体验一下 没试过吧 五月份就这样赚嘛 光学股开始嘎空 八十八块钱 你只要不要追高 你黑的去买 你都OK的 今天要到四八五 短短的几天 这一天 五月二十一 这一天 突破 整理整理 突破在这里买 有没有 再看一次 来 是不是这里 五月二十一 三百八 回过来看 是不是这一天 电脑 给各位看 是不是这一天 这里来 丁老师不是白只黑只 跟你讲了吗 我五月份带你中压 今天最高来到 四百八十五块钱 十张 一百零五万 那 还要说什么 还要说的就是 小资族的大机会 那我常常跟各位分享 你股票 你像十张 你买十张浴金光 一百九十万 OK啊 你压个十张 十张才一百九十万 你说你不敢买 不敢买就是我 就是我的价值 我来带你买 我告诉你 这个股票可以买 可以重压 你也不要说 老师 乍咱眼我买一百张 不用啦 你不用想那么多 买十张就可以啦 对不对 买十张 你要知道 我们怎么带你操作的 五月份 这个位数 五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你自己看 来 十一点二十八分 一金光开来嘎空 买位数 五十五块钱 有没有 卖中欲 转位数 五月二十四号 五十五块钱 你来看一下 五十五在哪里 在哪里 五月二十四号 十一点半 这五分钟盘 五十五在哪里 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见 五十张就好 不要多 五十张 五十五万 手续费扣掉 零头不要算 五十张 五十五万 这一些是五月份 跟你讲的 我说五月份 五月份 你看到 阳明光 郁金光 魏树光 这三张股票就好 好 你现在问我 老师有没有行情 来 回到重点 来 有没有行情 来 有没有行情 来 老师 有没有行情 OTC今天创新高 有没有行情 刚刚开始而已 不是刚刚突破吗 这个平台区刚刚突破 它有大涨吗 这平台区不是刚刚突破 有没有行情 可是也不能乱追 那我觉得五月份 整理完之后 六月会喷出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 这档股票 请你注意 有人开始在买了 有人开始在买了 有人在偷偷吃货了 这股票现在没有人讲 今天大家都讲什么 被动元件 那我们刚刚提验那些股票 高价股 我说这档股票是低价的 10块 涨到20块 1块 涨到2 是涨一倍 10块钱涨到20块钱 你的资产翻倍 难吗 一点都不难 你这里面这些股票 我光讲在郁金光 你用融资就好 10张190万 你赚105万 你看见没有 190万 你买10张 从当时一天 买完之后 当天赚16万 到短短的 几个交易日 今天最高来到485 你10张赚105万 怎么会难呢 那有的投资人 他讲说 这些都高价股 高价股 一字头的 神秘数码标股开始买进 你要小心这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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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标股 纯正的血统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压缩整理 外资在偷吃货 开始发动 六月标股班 就是这样子赚 五月大胜 六月连胜 你要做就是我跟你讲的 就是做全新的六月标股班 低价你买得起 而且好几千张的成交量 十几块股票 你买个200张也不过分 更何况成交量 都是好几千张的 你随随便便可以买 随随便便可以赚钱出 六月全新的神秘标股班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根据医学研究 益生菌是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那另外我觉得涨价概念股要注意 涨价概念股要注意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像五月份大表股加金 细经元涨在概念股 今天还在拉 从三十七块钱大涨到七十几块钱 合金也是一样 那涨了一大段之后 这股票我先出一趟 未来要再买 往下拉回修正乖离 我会再买回来 但现在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像加金 像合金 这些涨价概念 难道只有细经元吗 当然不是嘛 我觉得接下来你要留意什么 MOSFIT 一直涨 慢慢涨 今天还要创新高 那它慢慢慢慢越电越高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股票 没有涨停板 可是它天天涨不停 所以像这六四三五的大宗 这些股票其实 我觉得各位 你要做的事情 像这个富顶也是一样 这也是上去之后 震荡成你 未来还会再往上走高 强貌 二极体的 车后二极体 受惠涨价缺货 在这里 突破 5月31日创新高 创新高 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创新高 隔天6月1号 强貌 平板之下加码买进 10点10分 在这里 拉涨停 这个才在功利 扎扎实实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看好二极体 涨价到年底 所以逢黑就买 逢压回就买 有低的买 上去一根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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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变11万 100万变110万 手中的资产 瞬间增加10% 一个动作而已 一个动作而已 买完 涨停 恭喜 对不对 台办也是一样 今天在创高 强貌也是一样 台办 台办你要注意 它自己有晶圆厂 有累金厂 还有封装厂 等于是 上游跟中游都有 它提供了 从Mosfit到车用二极体 电源管理ICL Total Solution 自己有晶圆厂 跟累金厂 还有封装厂 所以接下来二极体的涨价 你就要注意 其实这些股票 我们都跟各位讲过 阳明光 玉金光 对不对 再来什么 先进光 这个五月整理完毕之后 即将大涨 这个我都现在跟各位讲 3D感测的原件 下半年需求爆发 精裁3374 要注意 要注意 3374 整理完之后 会还在往上攻 因为3D感测 下半年 不只是苹果的手机 有很多手机 都要用到3D感测原件 那这个地方 整理完之后 精裁 未来股价势必大涨 3374的精裁 3374的精裁 这都领先跟各位讲 今天还好 有没有过高 没有 可你等它过高呢 如果你等它过高呢 大家又来追了 3374 你等它过高 大家又来追了 何必呢 整理完之后 你看上去下来 上去一滴比一滴高 一突破这里 大家又追了 我今天跟你讲 这股票未来 有机会过高 整理你都看到了嘛 那大宇支分盘交易 就不用讲了 5月底开始发动 大宇支 你要正当成 你未来一定在过高 一定在过高 所以你看像阳明光 我们跟各位讲 5月份 大涨 今天还在涨 浴金光 光学股 从你开始跟我做 到今天 你10张 105万 前当时这样赚的 涨得越多 你赚得越快 这股票 全新6月索码标股 底部有人慢慢吃货 你有没有看见 十几块的股票 所以各位你看到了这些 5月份大胜 你6月要连胜呢 你6月要连胜呢 全新的6月标股班呢 5月份怎么赚 6月份还要再赚 5月份随便赚 6月份用力赚 怎么赚 跟着我们6月标股班嘛 像这股票 一字头的 刚刚开始 现在没有人再讲 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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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6月份就跨这个股票 重压 重压 重压了嘛 所以我想 能够做的事情 第一时间 跟着我们 全新的6月标股班 手中啊 股票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来问丁老师 好不好 让丁老师来帮你 来 在这里 6月全新的标股班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